結果昨天震一下 變成這麼大一條 家門口裂出一大條裂縫 讓住戶看傻了眼 這是位在台東的東河都蘭村 因為三十一號的大地震 加上強大雨勢 把村民家潛艇震出大裂痕 進入屋內牆壁也整個裂開 哇 這電腦 新昌村中的幼兒園教室 同樣被震得東倒西歪 燈架直接懸掛在半空中 幸好事發當下小朋友已經下課回家 否則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所以他一咬我聽到 所以我趕快躲到那個桌子底下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孩子都已經離開學校了 台東三十一號下午四點四十八分 出現規模五點零的地牛翻身 民眾還驚魂未定 隔一天下午四點半 宜蘭也發生了規模五點七地震 今年光是規模五以上的地震 就超過五十個 氣象局也說這些大型地震 已經造成明顯地標位移 那海岸山脈東部這邊 大概每年五六公分 中央山脈大概每年三四公分 往西北方向再移動 這樣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東部其實它的地殼移動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如果透過全台四百五十個 連續觀測站來看 從2009年開始 像是中央山脈每年會以三公分 往西北方向位移 尤其地震前地震後斷層都會偷偷移動 難道未來也能提前預知地震了嗎 移動的速度是快還是慢 它斷層是不是要引發一些大地震 這種東西就是還是在研究當中 所以我沒辦法去真正做預測就是了 現階段要預知地震還不太可能 但專家表示可以從地表移動數據 推敲出累積能量 也有助於計算地震災害的前藏區